好 我们开始了 今天我们讲第五部分 也是我们的NA的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我们也说过 今天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 VPN 应该这么说 昨天我说过 安全考试 虽然说你会发现我上的课很多 但是其实重点无非就是重点的三个东西 一个是防守墙 防火墙还主要就是AESA防火墙 Firepower WSA EESA 它比较少一些 但都好 但是主要还是AESA防火墙 但是防火墙是一大类 然后VPN是一大类 然后ISE ISE ISE跟ISE关联的 就会有DOTX无线 这些东西 好 基本上就这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 基本上就能占安全的 接近80%的分数 其他的就是 feature 可能就是一些路由交换的那些feature OK 反正一些小feature 就怎么归也归不上的 那种小feature 它边边角角的总会考一些 所以绝大部分的东西 就是防火墙 VPN和ISE 这三个东西最大的是VPN VPN比防火墙 比较大 VPN排第一 防火墙排第二 ISE排第三 基本上这三个东西加在接近80% 所以VPN是非常重要 对于安全而言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讲一下VPN的理论 然后介绍一下思科路由器 IOS XE 请对线的BIOS IOS XE的系统来接 来配一个SVTI的一个隧道级的 IPSIG VPN OK 好 然后最后一个部分 会介绍SSVPN的理论 然后会介绍Sysco ASA的SSVPN的配置 基本上什么都会讲到 我也说过我NA课 基本上什么都要跟你讲 只是讲的比较 主要是实验讲的比较简单一些 基本上能通 基本上我就基本上收了 这样昨天IAT装了之后 基本上最基本的是NA一做 基本上NA就收了 好 我们来看VPN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VPN 那叫虚理私有网络 好 我在这再说一遍 因为昨天我的那个视频 腾讯 腾讯视频可没让我发 我不知道我昨天说了什么 VPN这玩意儿最终于被封 我这句话是给腾讯视频说的 我这个是企业级VPN技术 不是翻墙 跟翻墙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这个视频不要给我封了 我给腾讯视频 审核的人说的 不是给你们这说的 他老是封我的VPN视频 我们这个是爱党爱人民的 绝对没有翻墙这个事 好 我是个腾讯视频的说 我来说一下这个VPN的 好 首先说一下VPN动机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咱们需要VPN 首先呢 这就跟你的企业发展有关系了 像前一堂 有北京 然后上海 然后南京 然后可能未来还会有什么地方 比如说当然就是中国这么大 你的企业做大了 那肯定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分布 那这个时候呢 哪个分布呢 就有意愿连起来 连接在一起 连接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像我们有VPN连起来之后 就有网帧 那我在这儿北京上课 可能其他分布用网帧 就可以看到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数据中心 那这个数据中心呢 北京有一套 上海有一套 那么我们其实有两套完整的这种数据中心 有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北京资源不够用了 我们可能会用一些上海的 上海资源不够用了 可以用下北京的 我们的实验台也是 实验台其实是一共 上海加北京应该大概有八套实验台 那这八套呢 就是北京十套 上海十套 那其实是分开均衡的 那有时候万一我们这儿人多 可能他会云一套给我们 他们人多 我们也可能云一套给他们 这就是有效的资源共享 对吧 然后呢 还有整个域 ISE 就主要是北京这个 北京有个 北京有一个完整的域 然后呢 也有ISE统一的策略 有了这个 有了这个时候肯定是有需要连在一起 对吧 未来开一些小点分布 那小的分布来 他们也加个数据中心 这也不科学 是吧 都应该用中心的 建议一个大型数据中心 大家都可以用 所以是吧 所以呢 联网的需求总是 有的 特别是你分布特别多 那么联网是很正常的一个需求 那怎么联网呢 联网其实有三种办法 一种办法呢 就是那种钻线 真正的一个物理光线 像思科那种 真正能租一个 从中国到美国的一个裸光线 就真的光线过去的 他们真的租了一根光线过去 那就比较牛逼了 当然了 或者说你租传输线路 那也基本上也算钻线 有钱任性 那你当然就可以了 对吧 有钱你还说个啥呢 那靠谱的很 一根光线弄过去 那靠谱 最有钱你就不要考虑VPN 我都不觉得你应该用这个VPN 有钱就应该 直接拉根专线 那个多开心 多拉疯了 对吧 好 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多钱 但你们公司还是比较有钱 那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呢 你就应该注意一下运营商的专线 运营商应该叫运营商的VPN 其实运营商的VPN 所以说呢 我说一下VPN 其实安全老师也会讲 运营商老师其实也会讲 不太一样 他们是VPN 当然呢 基本上你现在在运营商住的VPN 基本上就是运营商的VPN OK 那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 那个比专线也便宜不了哪去 OK 比如说在像北京真的比较坑爹的话 那一个月收里看贷款了 收里个几千上万的 那都很正常 那个价格也是相当不菲 有钱比较任性的 可以用一下运营商的VPN 那东西也高级 好 如果说呢 首先呢 你真的是没有那么多钱 你想节约资金 而且呢 你的分点又特别多 而且呢 分布在中国各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 请注意啊 运营商的VPN有个问题 就是一定要买一个运营商的 就一定是电信的 一定就是连通的 OK 但你知道中国有时候很缺德的 就是这个楼 就一定被电信包了 你连通就进不来 这很正常啊 就长期包楼啊 在中国的老套路了 就这楼就一定被这几个运营商包了 你就你就必须买电信的 你什么都不行 所以呢 有时候可能你想任性买一个运营商的VPN 可能也不行 因为你分布特别多 你不能保证全部都能够使用电信介入吧 对吧 首先你也没这么多钱 可能呢 有时候呢 也没有那种可能性 OK 所以说呢 你想做的更 IPsec VPN 我们简单讲的 安全的VPN是比较灵活的 只要能上网 OK 那其实就是可以通过配置 就能够连通的 而且比较便宜 所以说呢 安全的VPN呢 就是我即将要讲的 这个安全的VPN呢 是廉价 肯定是便宜的啊 因为我们有互联网面路 其实也就可以了 便宜 而且灵活 自己管 自己配 配完就好了 每个只要能上网 都可以 都可以连起来 OK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 是有三种 三种联网方式 专线 最任性的 运营商的VPN 第二任性的 然后呢 安全这个是廉价 灵活 当然呢 如果说我们中国的 基础架构设施 有像美国 像韩国那么好的话 那我觉得 买什么专线 和运营商的VPN 其实也都没有必要了 那我们这个IPsec VPN 真的就是既便宜 又好用 对吧 所以了解啊 哦 我现在说的这个 安全的VPN 最重要的特点 其实主要还是省钱 确实比较节约资金 而且它比较灵活 只要你任根线 只要能上网 这个VPN其实就可以建立的 我们是通过一个 公有的网络 那我们的公有网络 就是互联网 通过工业的网络 来把VPN连起来 所以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比较节约资金 所以有些人会问一些 很无聊的问题 他会问我 运营商的VPN好呢 还是给IPsec的VPN好 我说那还用说吗 那几万块钱的东西 跟我在几百块钱的东西 你非要说哪个好 你这有意思吗 你能够奔驰 跟你告诉我 非要比说谁好 这是有劲没劲 哪有什么比 对吧 跟你钱有关系吗 对吧 这跟钱是相当有关系的 但是还有一句话 我说说 所以运营商的VPN呢 他有时候可能还真的就连不了 就是因为那个点多 你不能保障 所有的点都能够 这个运营商能够接入 是吧 所以呢 要了解 连网有几种方式 有运营商VPN 有安全VPN 我们这个VPN的特点 是灵活 廉价 比较便宜 当然如果说你的基础架构设施特别好的话 那个真的是又好用又便宜 这个好东西 安全的VPN 好 那当然在中国的话 反正你要知道任何东西只要省了钱 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吧 如果说你这个钱有便宜又好 那如果别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大钱去买专线呢 为什么要去买运营商VPN呢 那肯定有一些问题 首先第一个是数据安全性 我们流量通过互联网 对吧 那个互联网呢 那就不保证那个可能会被别人拿走里的数据 所以说呢 一般我们安全的VPN都是要加密的 OK 我们的安全的VPN一般来说都要加密 因为通过互联网嘛 这个公共的基础架构 那所以说呢 这个加密 我们一般都是要做的 然后呢 其实带宽也不是特别能够保障 因为他并没有给你一个 因为你一般来说 住的普通的互联网电路的话 家用互联网电路的话 那一般来说是不太有保障的 对吧 好的时候特别好 坏的时候特别不好 像我家 那再比如说晚上我回去给他传 我真的是100兆啊 上船真的达10兆速度啊 瞬间就传完了 那有时候不好的时候 连爱7的视频我都看不了 就这么卡了 所以这个东西 不能够有效保障 所以说有时候呢 又出现了一个神奇的东西 像北京 像我们公司 租的一个叫做互联网专线 听过没有这种做法 叫互联网专线 你看互联网专线 昨天也不靠谱 昨天还又差不多要掉了啊 这就是这就叫服务质量啊 叫互联网专线 三互联网专线 我给解释一下这个 这么快点 正常家用一般 特别这种电信的 这种电信的或者联通的 虽然说他号称里里的是100兆 但是可能上上行可能只有一兆 他上下行一般那种大盘的云商 基本上就在套路啊 下来是100兆 上上传 他可能就真的就只有给你一兆啊 当然了有些有些那种二级云商 有时候会跟你说 这上下行是对称的 这100兆100兆 我家里边就是上下行对称了100兆 当然了那个东西也不靠谱啊 好那好了 比如说你真的要做电信的 那好那你如果家用 那那那肯定是不对称的 那比如说你要对称吗 对吧 那比如说你要上下行对称10兆 那就花的那份钱 就跟普通家用的完全不一样啊 其实就是对称和不对称 那个价格 来个10位20位的价格 也是比较正常的 OK 而且现在商柱楼的这个 商柱楼的这个价格 跟那个家用的价格 其实也是不一样 东西都东西都一样 就故意收的贵 反而这个东西可黑了啊 反而要知道 IPsec VPN 那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安全的VPN联网 那肯定是带宽的保障性 一般不太好 如果说你有前任性 我建议你 应该搞一个运营商的VPN 做一组练络 安全的VPN做个被联络 也挺好的 OK 好 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我们安全的VPN的这个 两种经典的模型 一种呢是暂点到暂点 一种是呢 远程拨号VPN 一共有 主要有两种 暂点到暂点 就是Sight to Sight 我来给你 说一下 Sight to Sight 有时候会简写成为 S R S Sight to S 这个LAN to LAN 就是LAN 一个网络到一个网络 LAN to LAN 那简写成L 2L OK LAN to LAN Sight to Sight 都是说这个模型 是一个意思 是一个意思 那其实我们北京跟上海呢 其实就有这么一个 暂点到暂点的VPN 这个VPN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是 首先第一个好处就是 对客户而言是透明的 啥叫对客户而言是透明的呢 就是客户不认为这东西是在 其他地方 客户 客户其实他就会认为这东西 就是在 我看我现在既没有基于上海的 这个Vicenter地址 这个 比如说你看 我这就能够访问他们的这个上海的VCenter地址 这是我游览器的问题吧 哎 怎么复制不来 这应该是VCenter 我这个机器 我这个机器这个DNS解析的问题 我DNS没解析好 哎 这真是烦人呢 当然了由于DNS解析问题 所以由于点的话 他到DNS的话我解析不了 这就是上海的VCenter 应该一点呢 就会到了那个认证页面去了 OK 那对于客户而言呢 其实你不认为 这有VPN吗 没感觉啊 我一输就去了 我一 我一输就访问了 对吧 哪有什么VPN存在啊 首先这一点是那种 给大家感觉是那种透明的 第一点 站点到站点是透明的感觉 就是你不认为什么 怎么 他就是上海了 我也没感觉 我一输反而就去了 对吧 反正就是说你在左边这个网络 要访问右边这个网络 直接输IP地址啊 就通了 就感觉这两个网络 是直接连在一起的 站点到站点 OK 透明的连接 对于客户而言 他并不知道这怎么还有VPN 反而觉得IP地址 反而一输这就去了 那两个网络 两个站点深厚的网络 可能有很多网络啊 能够正常的通起来 就感觉是啊 感觉就是这两个设备之间 弄了一根网线 就连起来了 OK 然后呢你直接就可以通起来了 所以说有时候 我可以这么来定义啊 我反复说呢 其实VPN这个技术呢 非要规于安全的话 我也觉得其实 不是太准确吧 我觉得 因为我也说过 为什么要规于安全呢 可能也是加密 因为有认证 可能它规于安全吧 但是我觉得呢 VPN技术呢 规于入屋交换 可能也挺好的 因为其实入屋交换 现在就要考DNVPN VPN VPN现在入屋交换 必考内容 对吧 因为我觉得VPN是啥呢 说白了今天 我们要讲的SVT VPN 就是干嘛呢 就是我们那个VPN 配完了之后 就起一个作用 就是就感觉有一根虚拟的网线 一个水晶头插到了左边那个路路器 一个水晶头插到右边那个路路器 那个网线通了 按你说VPN就没事了 有些人说这个能起啥 你说一个网线能干嘛 你觉得网线有了通了 然后你就应该配IP地址 应该配路由啊等等 对吧 但是我们的微信从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配了一个网线 然后这个网线通了 两头往上一插 这按理说就是VPN的作用 OK 好 下面呢我们又来看远程访问 这个我就经常用了 比如说你们到我们公司来做实验的话 那这个就经常用 比如说我经常在家 然后呢我一连 这个时候 然后呢输一个账号 这个时候呢我就能够连到咱们公司内部 只要远程拨号 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那你用了这个Client 然后呢你连接他输账号 就能够拨到公司内部 这个东西肯定对客户就不是透明的吧 那客户很明显要装软件 客户很明显要连接 客户很明显要输用户密码 然后才能连上去 所以这个东西对客户肯定不是透明的 客户要自己去连接的 然后拨到公司内部来访问公司内部的资源 这个是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用的 你看我们公司 那么全国有那么多学员 那么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能够拨过来 能够访问我们公司的实验台 对吧 远程拨号 这是我们的VPN的另外一大类 好了 我们来 对具体技术呢 做一个介绍 站点到站点 有些什么样的技术呢 有几个技术确实有点老了 比如说ATM真宗记 我估计现在你们应该是见不到这种 这种技术了 这传统的 应该叫做传统的 运营商级VPN的技术 就是当年如果说你要租运营商的VPN 那个时候很有可能 特别特别早的时候 用ATM可能给你做 然后后来用真宗记给你做 现在应该都不用了 现在如果说运营商级的VPN 那应该就是这种 MPS的 OK 应该是这种技术 OK 他们的主要任务呢 就是实现站点到站点 让两个站点 能够通过他们的VPN 能够连起来 OK 安全讲的呢 主要是这个IPsec IPsec 这是一个互联网级VPN 互联网级VPN 就是我们安全老师要讲的 MPSVPN是运营商老师讲的VPN OK GRE也可以认为是一个互联网级VPN 但是现在基本上 咱们也不怎么用它了 它的问题在于就是不安全 不加密 不认证 不做完整性教验 这些都是它的相应的一些问题 有些人说 难道不加密 难道不安全的东西 能叫VPN吗 可以啊 只要能把网连起来都叫VPN 就是能把两个站点连起来都叫VPN GRE就算其中的一种 但是GRE是完全没有完全性的 所以基本上咱们现在几乎不用GRE 至少纯粹的GRE是不会用的 现在 好 那我们讲的做IPSEC 然后远程拨号这一块 主要要讲的呢 应该是这个SSL 今天我们远程拨号是讲的SSL 暂点到暂点呢 讲的是IPSEC OK IPSEC呢 其实也可以做远程拨号 但是现在呢 慢慢的越来越少了 OK IPSEC现在慢慢的用的 在远程拨号这一块是越来越少的 但是IPSEC是很全面的啊 IPSEC既能做站点到站点 也能做远程拨号 SSL VPN只能做远程拨号 VPN不能做站点到站点 了解啊 SSL VPN只能做远程拨号 不能做站点到站点 IPSEC两边都能做 OK 然后呢 那只是说呢 IPSEC在做远程拨号这块呢 它有一定的劣势 那现在的SVPN基本上是主流 OK 好 又说明一个问题 站点到站点这一块 其实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啊 主要就是IPSEC 站点到站点这一块 几乎是没有竞争对手的啊 就是IPSEC 好 那远程拨号呢 IPSEC基本上这个用的比较少了 用的比较少 我只能说啊 主要是SVPN 好 另外两个呢 用的也不太多 是微软的啊 PPTP 和L2TP over IPSEC 这个其实是纯微软的 这是PPTP 是纯微软的技术 L2TP over IPSEC 不能说是微软的 其实L2TP 是一个公有技术 但我为什么非要 给它归为微软呢 因为咱们用它 其实主要是原因 就是微软的电脑 这些都是内建 内建客户端 IPSEC 是一定要装客户端的 SSO呢 可以通过网页再先装客户端 那么PPTP L2TP over IPSEC 微软的系统内建 所以说呢 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OK 只需要通过微软的下一步 下一步的向导 创建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额外装客户端 好 说到这儿呢 咱们又来说一下设计 安全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设计的考量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如果客户要做一个站点到站点的VPN 那你就应该给客户推荐路由器 路由器 OK 比如说ISR 或者什么CSR 这些都可以 就是反正你一定要给客户推的是路由器 路由器 路由器 路由器在站点到站点这一块有ASA无法比理的功能 无法比理的啊 我或者说我也可以这么说 ASA在站点到站点这方面的功能 几乎等于没有 其实是有的啊 但是那个超级low 最low的一种 站点到站点的配置 所以说呢 ASA几乎认为就没有 所以说站点到站点的就应该用路由器 路由器有很强大的功能 你解释啊 ASA很烂很烂的 真的千万不要给客户推荐ASA ASA在站点到站点这一块几乎是做不了的 几乎是不行的 OK 好 但是远程拨号这一块呢 好给你解释一下 远程拨号这一块呢 路如果好下面就要说远程拨号这一块 如果说你对远程拨号的要求就是通 而且人数也不多 人数不多 比如说也就几十个百八个啊 人不太多 而且呢你的VPN的目标就是通 什么叫通呢 就是拨进去嘛 我就通了嘛 我就访问了嘛 就这个要求 那我觉得的选路 其和ASA没有啥 太多区别 都差不多 但是如果说你的要求比较高 首先你的用户特别多 比如说你并发几千 甚至并发要上万 这个并发特别特别多 还有一个要求特别高 什么要求特别高呢 比如说你要做多重的认证 你要做这个首先要说用户密码 可能你还要做证书认证 然后呢可能你还要对VPN接近来的用户呢 做审核 就是说你拨进来 你必须要装杀柱软件 你必须要安装防火墙 然后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条件 然后认证又比较复杂 你要特别复杂的一些功能 好 ASA就比较深圳 OK再随便啊 如果说你的目标只是为了简单通 通了就行了 或者说人也不太多 你就那么几十个百八个 那我觉得路由器跟ASA 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说你的人特别多 然后呢你的要求又特别奇怪 也就是各种各样的高级的VPN的feature 什么机器审核呀 还有增强性的认证啊 还有一些比如ASAVPN 它独有的一些高级feature的话 那ASA还是推荐的 为什么呢 ASA其实首先它可以做集群 它可以多ASA做一个集群 做复杂均衡 这个首先它的性能就要好一些 而且它确实在feature的功能上面 它确实要高级一些 OK 所以说有特殊要求 是应该ASA 所以说基本上你的任务远程不好 你还是给客户推ASA吧 OK 不太安全吧 也不能用ASA认证吧 什么叫不太安全 远程不好 选路由器的话 没有 跟安全一点关系都没有 用路由器做 什么叫不安全 这是该认证的 所谓的不 刚才我说的是高级特性 就是你非得说 你要什么 用户密认证 用证书认证 然后呢 你要对客户进行额外的审核 这只能叫高级功能 不能说它不安全 这个跟安全 其实还没有什么关系 都可以用ISC 都可以用Radius 这都没问题 所以说我说你要求不高 那基本上路由器 没啥 没啥区别 跟ASA 你只要特殊要求 那ASA还是特别推荐你来使用的 我顺便再说一下 为什么ASA在这块这么主推 它的远程拨号呢 你要了解ASA的前世是什么 ASA前世是 ASA的VPN3000产品 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吗 VPN3000是那个 也是当时最牛逼的一个远程拨号 VPN的产品 它只做远程拨号的 VPN3000它就是做远程拨号的 我觉得CCIE 多少年前我都不知道 反正做至少10年前 那考了这个VPN3000 后来ASA出来 这VPN3000就不考了 OK 就是因为它是用那个产品转过来的 而且后面 一会我们看到 你要配ASA的时候 总要敲一个特别奇怪 叫Turnal Group的玩意儿 那个玩意儿就是当年 我配VPN3000的时候 VPN3000有Turnal Group 转到ASA 它也叫Turnal Group 它名字就没改过 你要了解这一点 基本上 我重点说完了 就是路由器 沾点到沾点用路由器 远程拨号推荐用ASA 好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IPSEC的理论 今天IPSEC 我绝对会讲 我们来看一下IPSEC 首先看一下 IPSEC IP安全 好 那么我们来看这段话 这段话 我来给你说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网络层 IP网络层安全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网络层安全 首先你要了解 什么叫做Internet 什么Internet呢 就是只要你的一台路由器 或者你一个PC 或者你的服务器 只要有一个Global IP地址 全局可路由IP地址 OK 那么就能够跟连到这个互联网上的 其他的全局可路由地址 实现网络层通讯 什么叫网络层呢 就是你发一个包 这是IP 头部 然后里面是啥 就不重要 里面叫做Payload 叫IP的Payload IP负载 那么你原附上这个地方的X 目的附上目的的Y OK 这个包按理说就可以通了 当然 如果说没有防火墙的话 咱们不考虑防火墙 有时候只要你们连到互联网 而且你们两台设备都有 Global全局可路由地址 那这样的话 这两个IP地址之间 就能够实现IP层的可达性 网络层的可达性 这个说法没错吧 实现一个网络层的可达性 里面爱是啥是啥 这两个IP地址其实就是给通的 对吧 好 当然正常的头部应该大概长这样的 IP 然后后面可能会有TCP 可能里面会有HTTP HTTP里面还有数据 OK 但是我们整体的认为 这个后面就是网络层负载 或者说叫IP负载 叫做IPPayload 你解 好 首先了解 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全球的 全局可路由地址的网络层可达性 是吧 好 那么我们的IPSEC干嘛的呢 提供IP安全 提供网络层安全 那也他怎么玩的呢 就是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网络层头部IP 和网络层负载中间插一个IPSEC的头部 好IPSEC头部呢其实有两种选择 一般都是ESP可能会用到AH 但是可能性不大 一般我们都不咋用AH 主要是IPSEC 所以一般我们画图呢 就在这呢就插一个ESP的头部 在这个地方 首先要插入一个IPSEC头部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添加一个新的预先被定义的头部 也就是说呢 这要插一个头部 其实如果说你还接触过其他加密技术的话 都是这样的 他肯定要插一个这个头部 因为不插头部 我怎么能告诉接触方 我是什么技术加的密码 用什么加的密码 对吧 所以肯定是一个头部的 好 插这个头部之后呢 对后续的负载进行安全的保护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加个密啊 就可以做完整性校验啊等等等等 所以提供了网络层的安全 插入了一个预先被定义的头部 然后对网络层负载进行有效保护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IPSEC OK 好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啊 这个文档其实是有点老了 他是说是IPv6的强制部分 当然其实现在不能叫强制了 最开始的设计的时候是强制 那关键的点不是强制 关键这个点是IPv6 好我们又来说这个很神奇的事情 那么有些人认为呢 IPSEC是一个超级老的技术 确实超级老 至少二三十年了 二十多年了啊 至少二十多年了啊 至少二十多年了啊 IPSEC的技术超级老 很老很老了 但是IPv6呢 有些人觉得高科技 高科技 因为为啥呢 因为还没来啊对吧 到现在都没有来啊 那高科技啊 怎么所有的都会有IP粒子 甚至什么所有的这个 每一个杀力都可以有个IP粒子 不是这么脆牛逼的吗 不管是吧 就觉得大家都觉得 IPv6高科技 那未来科技啊 但是IPSEC是老科技 都快被淘汰了 对吧 你知道远程拨号这一块吧 占点到占点到不至于啊 知道远程拨号这一块 都不用它了 就有个SVP了 感觉那玩意是个老技术 但是这是一个误解 为解释这么回事啊 其实IPv6也是二十多年了 IPv6很久了 真的不是那么高科技啊 IPv6特别多年了 至少二十多年 你们给人查 至少二十多年的时间 IPv6就是二十多年前 就发现IPv4不高科 二十多年前就觉得 我们应该搞一个 新的协议出来 来替换IPv4 当年二十多年前 就出了IPv6 有意思吧 IPv6老多年了 很多很多年 就二十多年前就觉得 IPv4不够啊 地址不够 所以说呢 我们IPv6地址要够 IPv4呢 不安全 清楚啊 我说了啊 不安全 所以说呢 就提出了IPv6 有什么不安全呢 比如说 ARP不安全 是吧 我们的ARP不安全吧 如果说你学过IPv6的话 你会发现IPv6没有用ARP啊 用了一个ND协议来替代的 OK 我们现在还要考虑 安全考虑 要考虑一个安全的ND的技术 都要做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又认为IPv6 你看又不加密 又不做完整性交验 又不做认证 多不靠谱呢 所以说 当时为IPv6 就设计了一个安全技术 这个安全技术的名字叫IPv6 就当年IPv6就是为了保护IPv6的流量而设计的 是 其实相当于是一起出来的 跟IPv6是一起出来的 只是呢 IPv6到现在 别到现在还没有成功使用 对吧 但是IPv6呢 在它出生的一个时候 就已经在IPv4网络里面 就开始在使用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IPv6技术 IPv6 VPN 所以这个玩儿是跟 它当初就是为了设计给IPv6来做安全保护的 后面我们在 NP阶段会讲 ESP的头部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有个关键的之段 就明显是IPv6的头部 这有这么一个特点 好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IPv6安全框架 这也是一个IPv6比较神奇的东西 什么叫框架呢 就是呢 我们这个IPv6是可以加密的 是可以做完整性校验的 可以做散面 做完整性校验的 可以插住头部的 然后呢 有很多模式 那其实只有两种 然后呢 我们IPv6加密的时间呢 默认是一个小时 这个东西都可以调 什么叫框架呢 就是这些东西我都是可以提供的 但是 但是这个框架就是说 只有一个架子嘛 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是要加密的 那你说IPv6具体用什么加密算法呢 没有定义的 我没有说我用什么样的加密算法 那好呢 你说这个空架子 你说啥也没有 那今天咱们现在 我们就要就IPv6加密 那今天我们现在用什么样的算法呢 协商啊 IKE有个特殊的协 IPv6有个特殊的协 叫IKE 互联网密钥交换协议 它的任务就是说 我帮你协商 今天协商DES 那我们就用DES 明天用3DES 后天用AS 反正 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算法 这都无所谓 因为我们IPv6 根本就没有定义用什么算法 啥算法都可以 你就协商 你协商啥算法 我们就用啥算法 这就在IPv6 这种安全框架的一个优势 因为如果说的一个技术 跟某一个算法绑定的话 比如说以前无线的一些WEP技术 跟RC4算法绑定的话 那如果说的一个算法被破解 那这个无线技术也就完蛋了 对吧 所以说呢 IPv6用的套路呢 就是说我啥也不定义 我只是一个框架 其实我正经啥也没有 对吧 就是我可以加密 我可以做完整性交验 但是具体没有东西 我们协商嘛 我有个算法来协商的 协商啥就算啥 这样的话能够让IPv6拥抱青春 对吧 你看到现在我们 我们站点到站点的话 不是还是IPv6吗 这就是它的一个优势和好处 好 下面呢我就按照这个框架的中心思想 来介绍这些技术 首先呢我们NA 我们NA要对一些知识进行入门 首先呢我们来说加密 那么加密呢就有两种经典的加密算法 一个叫对生物药加密算法 一个叫非对生物药加密算法 我们来给你解释一下 对生物药算法很简单 就是提前我们得预先 共享一个share 就是你也知道 说错了 共享一个key 你也要知道这个key 我也要知道这个key 然后呢我们用相同的算法加密 我们用相同的算法来解密 这就叫对生物药算法 就是什么要对生物药 就是我们俩的密药是一样的 我们提前已经共享了 我们都彼此知道了 叫做对生物药算法 OK 好 那么我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其实在应该是2000年前吧 凯撒第一个用的 这个凯撒算算是战神级别的 凯撒第一次用到了对生物药算法 他的套路很简单 就是英文不是这个 什么ABCD吗 ABCDEF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你该写这个F的时候 你就给它写成A 你该写G的时候呢 你就给它写成B 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字符的替换 对称的啊 你知道这个算法 我也知道这个算法 我用这个算法给它加了密 这玩意就要对生妙算法 所以说最开始 对生妙算法就是凯撒密码 就是他来设计的 OK 那这个技术 到现在当然呢 比如DES 3DES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用DES算法 我们用相同的KEY 那就用加密来解密就可以了 对生妙算法呢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几个经典的算法 对生妙算法经典的DES 3DES AES 都是对称的 OK 好 有些人觉得DES3DES 可能很多人听过 AES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 有多少人听过 这个 其实咱们用的最多就是AES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各位里面的无线 如果说你们还是用无线上网的话 我觉得今天应该各位 应该大部分的无线上网 无线的WPA2 就是AES的 OK 而且现在你们的HTTPS 你们的HTTPS 的那种流量 AES 也会比较多 我不能说完全是它 AES 也会比较多 还有SVP AES 也会比较多 OK 好 3DES DES这些东西呢 只有在一些硬件设备 路由器上 因为现在时刻这些路由器 现在新出的所有的时刻的网络产品 所有的网络产品 路由器交往机 AS 这些都有硬件加速卡 全部都有 路由器交往机全都有 都配了硬件加速卡的 在这种硬件加速卡的环境下 DES3DES的效率还是比较低的 比较高的 OK 所以网络设备用DES3DES会比较多 个人电脑用AS会比较多 好 对什么妙算法 好 那我们现在说对什么妙算法的一个特点是什么 首先它的特点就是一个妙加减力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优点是什么呢 特别特别的快 安全 和紧凑 怎么叫快 首先各位 你们现在用无线上网 你绝对不会 至少人绝对不会认为说 不加密的无线网 就是比你这个加密的无线网快 人是绝对不可能有这个感觉的 你如果有这种感觉是个错觉 不应该有这种感觉 这是个快 还有还有一个 就是现在斯克的一些交换机和录物器 都有硬件加速卡 基本上能够实现 不是说限速交换吗 同样能够实现限速的加密 就是说这个指标 我们的指标是100个G 转发就是100个G的 那么其实加了密之后我们还是100个G OK 不会由于加了密会造成你这个这个性能受损 是不会的 当然了 那个延时呢 会肯定会适当大一点 但是人绝对感受不出来 OK 人绝对感受不出来 除非 除非你我也解释 除非那些证券公司 需要超低延时转发 斯克出了款产品 Elexus 3000 应该当时就当时的设计就是为证券公司那种超低延时转发 那种没办法 那个肯定是有感觉的 但是正常你是不会有感觉的 肯定有有严实增加 但几乎是几乎是感受不到的 好 安全的 只要你不知道密钥 其实就是安全的 然后紧凑的 比如说加密之后几乎不增加长度 啥叫几乎不增加 比如说肯定要增加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IP包1500个字节 那用DES加了密之后 极限会增加8个字节 那平均应该会增加4个字节 1500和4个字节而言 那就几乎没增加 几乎没增加 我没有说不增加 是一定要增加的 但是呢它紧凑 有意思吧 紧凑 好 然后呢 它的缺点是 首先它要共享密钥 就是提前要玩这个技术的话 你我得共享密钥 那这个密钥怎么共享呢 明文交换密钥 肯定是不靠谱的 好下面的问题呢 就是密钥的数量会比较多 是啥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你公司用这个对手密钥的话 两两之间需要一个密钥 三个之间需要三个密钥 四个之间可就不是四个密钥咯 六个 对吧五个之间 那你自己算一算 那一百个之间 你就数不过来了 OK 所以呢 用户的增加 密钥的速度会极大的增加 理解我这一点啊 理解这一点啊 密钥的增加 这个 人数的增加 密钥的数量会急剧的增加 所以说呢 数量很大 所以说管理起来不方便 而且后面我会讲 它不支持数字鲜明 和不可否认性 这是对手密钥算法的问题 主要问题是 如何安全交换密钥 密钥太多 不易管理 不支持数字鲜明 这是对手密钥算法的问题 当然它的优点也很明显啊 好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非对手密钥算法 非对手密钥算法 比较经典的算法 我来解释一下啊 当然最有名的呢 就是RSA 好 DH也是比较有名的 IPsec呢 主要用的就是DH 一会我们 还会讲一下DH这个算法 好 那么 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请注意啊 这个DES是数据加密标准 AES高级数据加密标准 OK RSA和DH就 就不是意思 就是三个人的名字 两个人的名字 这是人名 OK 就是你就不要问我是为什么 是什么意思了 没有意思 就是人名 RSA和DH RSA是最主流的 数字签名 数字认输 主要就是用了RSA DH这个非对手密钥算法 主要用于IPsec的密钥的产生 一会我们还会讲DH这个算法 好 那RSA的算法呢 就是需要一对密钥 还记得我们前段时间讲那个RSA产生密钥吗 那个入屋器的命令啊 我给你找了一个命令啊 还记得这句话吧 产生这个密钥 这个密钥 这个命令一回车 那么就会帮你产生一对RSA的密钥 一个公钥 一个私钥 你见 产生一对密钥 一个公钥 一个私钥 好 那我来给你简单化一个啊 产生一 比如说一个人 咱们不说人了吧 咱们就说入屋器 咱们就说入屋器 入屋器 入屋器 好 然后呢 你产生一个公钥 一个私钥 一个私钥 然后私钥呢 会存在入屋器的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其实就是这个NVRUN 好 然后呢这个公钥呢 就会发到一些服务器上去 由服务器来保存 服务器来保存 比如说你如果在域里边 微软域里边玩的话 那域服务器其实就有这个存公钥 这么一个基本功能 OK 好一个公钥一个私钥啊 所以说呢在在一个公共的地方 其实你找这个公钥的 好 下面呢 如果说你要加密数据很简单 呃 我们来看这个图 首先接收方 要产生一个公钥 哎 我这个鞋 变流啊 接收方 要产生一个公钥 一个私钥 私钥 私钥它自己保存 公钥 接收方的公钥 公钥啊 就是公开的 谁都可以拥有的 那么交给发起方 发起方把明文的信息 用接收方的公钥 来加密 就变成了密文 然后公钥加密的东西 必须要用私钥 才能够解密得到明文 这叫非对是密钥算法 用一个密钥加密的东西 必须要用另外一个密钥来解密 公钥加密 私钥解密 私钥加密 公钥也能够解密 OK你想想啊 这个技术它实现的安全性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接收方才唯一拥有私钥 私钥是谁都不公开的 OK 所以说呢 诶这样的话 提供了这个数据被加密之后 只能被接收方来解开 只能被接收方来解密 公钥加密 不行 一定公钥加私钥解 私钥加公钥解 这是一个成对的关系 好非对是密钥算法的特点 我们先说一下它的特点 我们先说一下它的好处 它的好处呢 安全 就是你公钥加只能用私钥才能解密了 好 因为不必发送密钥给接收者 就是私钥里总是自己得到的 私钥总是没有往外发的 所以说不存在密钥被劫持啊 密钥被别人获取啊 这是无所谓的 因为公钥其实是被别人 本来就是公开的 然后密钥的数量 与参与者的数量是一样的 就是每多一个用户 他会把公钥交出来 由企业来管理 对吧 这样的话数量总是有限的 一万个人也就一万个密钥 这个数量是有限的 好不需要 不需要事先与参与者 建立某种关系来交换密钥 有时候呢 我们不是说吗 公钥可以放到服务器 那你要向接收方 发送这个数据的时候 你从服务器上得到这个密钥 其实也就可以了 啊 支持数字签名和不可否认性 这就是它的优点 优点感觉还是挺靠谱的 主要靠谱的地方在于 就是由于私钥永远不给 只有理财唯一拥有 对吧 所以不存在什么密钥泄露的问题 公钥不存在泄露 公钥就是公开的 私钥只有理财唯一拥有 所以不存在什么泄露问题 只有理财有 然后呢 密钥数量也是比较少 一个人就多一个密钥 管理起来比较方便 支持数字签名 这才是优点 感觉挺好 感觉好像这事就解决了 对吧 你拿我公钥加密 然后解密就行了 但是其实不行 非对这妙算法有一个更严重的bug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他加密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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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慢 基本上跟DES来比的话 就是加密一样的东西 用DES来比的话 差不多能插出一千倍 几百倍 接近一千倍的差距 那比如说你加密一秒 玩一千秒你受不了了 超级超级的慢 就就这么说吧 就是基本上你要让他去加密正经的数据 什么叫正经的数据 一个word 一个pdf 这就算是一个正经的数据吧 那是不行的 而且他加密的密文会变长 比如说一兆加密出来 指定给你整出一点五兆 OK 这是他的严重的问题 所以说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一个特点 非就是妙算法 就绝对不能加密正经数据的 他只能加密多大的数据呢 我就解释一下 基本上我能见到的 基本上是不超过512个位 5位 除8才是直接 基本上512个位 基本上也就是我见到比较大的了 就你像你1k还差好多呢 那1k其实你知道一个TST 你稍微写点字 那就1k了 所以你只要他能加密正经的 那是做不了的 没法加密正经数据 他只能干嘛呢 好 我们后面会讲 他用来加密密钥来做密钥交换 他用来加密闪列来做数字签名 他非就是妙算法 现在主要就干这两国 加密密钥和加密闪列 OK 好下面呢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这个解决方案 你会发现 我们了解的对称妙算法 他不靠谱 为啥呢 因为他的密钥交换有问题 然后呢密钥数量就会比较多 不靠谱 然后呢你会发现 非就是妙算法 也很不靠谱啊 对吧 那么那么慢 那密文又会变长 那么只能加密那么小的数据 虽然说你有了一些优点 但是你的确定也太严重了 好下面来解释一下啊 基本上你你所使用的任何加密技术 比如说无线加密 IPSEC加密 SVPN加密 那其实都用了一种混合的解决方案 就是既用到了对称妙算法 也用到了非对称妙算法 然后让他们共同在一起 吸取他们共同的优点 来实现了这一个加密的效果 你会发现 刚才我们看到了啊 你会发现对称和非对称 他们的优缺点正好是互补的 对称快 紧凑 非对称说非常慢 又特别慢 对吧 非对称说我交换密钥好 我密钥数量少 对称说那不行 我那个交换密钥有问题 我那个数量特别多 你发现他们正好是互补的 所以那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基本上呢 最终的方案都是一种混合解决方案 好我来解决他们怎么混合 能够彼此的互补来得到一个 最终的一个好的结果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图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图啊 首先呢 这是一个重要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安全的版本吧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数据 我要交给其他人 那这是一个数据 那比如说可能还比较大吧 比如说有100兆 一个比较大的数据 这个时候呢 首先我要把它加密成密文 你没得选 你一定要用对称密钥算法 对吧 那好比如说我就选了对称密钥算法 DES这个算法 OK好你要知道啊 你要加你要得到一个密文的数据 你必须得有一个明文的数据 有了对吧 然后呢 你要有一个加密算法 有了 没问题了 还少一点东西 就是你需要一个密钥 是吧 你需要一个密钥 三个东西加在一起 才能够加密成为密文吧 那好密钥怎么来 这个比较简单 随机产生 就得发起方 你不要加密吗 你不是少密钥吗 那个DES需要一个56位的密钥 什么叫56位的密钥 就是56个01二进制 就这么个玩意儿 理解吗 56位 计算机随机产生没有问题的 随机数很容易产生啊 我们计算机都可以产生随机数 那好 由这个发起方的计算机 随机产生一个56位的密钥 这个没有问题吧 好 密 明文有了 算法有了 密钥有了 那好 用对生密钥算法加密成为一个密文 这问题不大吧 好 紧接着呢 下面我们要得到接收方的公钥 请注意是即将要接收这个数据的 接收方的 它不是有个公钥和私钥吗 我们要得到接收方的公钥 公钥 哎 由于是公开的 所以说得到它也不困难 我用接收方的公钥 接收方的公钥 来加密这个56位的DES用的密钥 得到一个密钥包 这个没啥问题 56位 小吧 你说它会变大 它能变多大 你说它加密速度会非常非常慢 你说加密一个56位的 你能有多吗 OK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可以接收的范围 最后呢 你看它只能加密这么小的东西 56位 的密钥 56位超级小啊 好 得到一个密钥包 然后呢 你把加密后的密文和这个密钥包一起打包 发给接收方 发给接收方 好 接收方 我们来看一下接收方 接收方收到了之后 那么首先呢 得到这个密钥包 密钥包是由接收方公钥加的密 接收方是唯一拥有对应私钥的那个人 所以说呢 他就能够解密这个密钥包 得到那个56位的DES用的那个密钥对吧 好了 密文有了 密钥有了 算法有了解密什么密文搞定了 理解 好 你会发现他们都是对称和非对称联合工作的结果 然后实现了一种加密 就这么一个效果 OK 好 这是一个 基本上你能遇到的基本上都是这种套路 那好 我来给你 当然一会我会讲 就是在讲https的时候 也会再讲https怎么用这个来实现的 都是对称和非对称联合工作的结果 好 然后呢经典的算法 那么对称的DES3 带是AES 非对称的是RSA和DH 一会我们会应该要真正讲一下DH的 DH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算法 好 这个加密算法基本上就讲了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闪裂算法 闪裂 中文叫闪裂 英文叫哈希 怎么叫没有MD5啊 MD5是 我再说一下啊 闪裂是中文 哈希是英文 MD5SHA 是具体的算法 明白吗 就跟加密算法 有对称妙算法 对称妙算法里面有DES是一样的 它是闪裂函数 英文叫哈希函数 然后呢它的具体的算法呢 是MD5SHA 要注意这一点啊 好 那么闪裂函数是干嘛的呢 闪裂函数是计算数据的指纹的 数据的指纹的 那好 什么叫做数据的指纹 我们先聊一下 你看啊 就是通过一个这个 闪裂算法 对一个文件 然后计算得到这个文件 这个数据的指纹 一个固定长度的数据的指纹 那好 为啥叫指纹 那么我们来聊聊日常生活中的指纹 日常生活中的指纹是怎么玩的呢 首先呢 你要为用户采集指纹 一定要先采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某一个犯罪现场呢 警察呢 找到了另外一个指纹2 好 把这个指纹2呢 拿到这个警察局的数据库里面 对他的数据库的指纹进行比对 请注意 叫比对 不叫计算啊 叫比对 然后呢 发现两个指纹匹配上了 然后呢 指纹匹配上了 我们就认为人匹配上了 我们就认为这个嫌疑犯就是用户X 这个套路吧 请注意啊 指纹先得采集 然后呢 再比对 比对指纹相同 人相同 这是套路 那你手机也是 你开始采集你的指纹啊 下次你在输入你的指纹的时候 他就把你输入的指纹和他采集的指纹进行比对 如果比对相同 他就认为这个人是对的 这意思吧 好 这就是指纹的作用 那好 那基本上啊 那闪列函数的作用 那就是数据的指纹 基本上也这个意思 比如说你去下载诗科一个文件 我们来斯科网站啊 我给你解释一下 斯科 你可以到下载页面的 但是下载页面能不能下载呢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都可以看 看一看都还是可以的 下载比如说我下载一个安全 现在这个怎么又变成这样呢 应该是download啊 all download 应该这么选 好到这儿呢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 so anyconnect 好你看啊 anyconnect最新的4.5 ok 你看这些明显就是加了锁的 就表示看看是可以的 下载是需要账号的 我这种没有登录的账号是不行的 ok 但是那里鼠标摆在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怎么不出来了 好来了啊 你可以看一下啊 鼠标摆这个地方 看到MD5值了吗 看到SHA512的值了吗 看到了吧 哎 那个是干嘛的呢 他就是要 他为什么要提供这东西给你呢 他就说 你看看啊 看这个图 这就是你即将要在斯科网站下的 这个重要的文件 他已经提前把这个散列值给你算好了 在这个网站上 你可以看得到吧 好 然后呢 当你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之后 斯科建议呢 搞一个散列软件 散列软件网上到处都有啊 搞个散列软件 然后计算一下下载这个 这个文件的这个散列值 如果说你得的 你得的这个散列值 跟那个斯科网站的散列值是一样的 表示你这个文件下载过程中是完整的 这个数据完全没有篡改过 跟跟官方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就是确认这个数据的完整性 一模一样的 一个字节都没有 一个位都没有改过 OK 这就是散列函数的作用 好 这个作用咱们也说了啊 好我顺便再给你举一个有点用的例子 有时候我前段时间我Python做巡检就是做这个作用 有时候呢你们在考试的时候 也可以用到啊 但是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特用 有些人觉得 哎 考试可能会加错 但我也解释一下 我始终认为 你认为考试的时候考官会给你加错 这是你的幻觉 啊 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给自己加的错 我 我不太相信啊 当然我 我不否认可能会有 但是那个 我觉得是很不容易见的啊 我干了这么多年 我认为真正可能会有的也就那么一两次 我觉得真的有可能是考官做了点什么 绝大部分我都坚决不信考官加错 啊 我只认为是你的幻觉 你就是你的手务 你不小心自己给自己加的 说的 你知道有些人考完之后 他考过了 他总是要把一个故事编的那么奇 那个 那么那么那么有戏剧性啊 那是这种那种戏剧的这个 这个那个结果 反正我始终是这么认为的啊 我不是不会被加错 好 呃 当然了在工作当中呢 有时候你也是需要去教育你的配置 有没有被改过的 对吧 考试的时候呢 其实你的心理上面 其实也有这个需求 那我得解释一下啊 有些人认为用这个字结束来确定 这个不靠谱 为啥呢 字结束比如说 你的一个列表 你放的是1到2 我把列表改成2到1 一样的字结束就没改 他只看总数而已 对吧 最靠谱的呢 应该是要 Verify MD5 System Running Config OK 好 而且有些人说啊 这么长怎么办 你不用管理 你记后面几位就行 因为我们要开始讲 它叫雪崩效应 怎么样雪崩效应呢 就得改了一点点 那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是吧 雪崩效应嘛 OK 所以有时候呢 你心理安慰考完之后 配完之后 你可以做一下MD5 看看它过一会儿 它会不会给你改 好 有时候有时候 哎真改了 我真记了 它肯定改了 有时候是这么回事 有时候那个路由器啊 它有些配置 比如说有些NTP 它那个同步之后啊 它会 它会寄些东西在 Running Config里面 那个原因造成的 所以有时候也不要太信啊 但有可能还是会 有一些配置会 随着一些东西变化 它会变 NTP版我说它是会变的啊 所以有时候也别太紧张 但是有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做巡检啊 就是一些经常会周期性的巡检 看看那个配置有没有被改过 哎 这还是很有必要的 OK 而且呢 其实安全做这个教验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请注意要想想 你只要被把你们公司 最重要的东西 全部每天做教验 所有的配置 呃 呃 所有的网络设备的配置 你那个是所有重要文件的 配的教验盒 啊 Windows所有重要文件的教验盒 全部都做 黑客就真的不敢动了 干啥都会被看到 啊 只要你所有东西做教验 黑客真不敢动 动啥就立马被被被发现 OK 所以说这个一个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安全机制啊 啊 OK 重要文件全部做教验 啊 好 那说到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下面来说一下 闪列函数的特点 啥叫特点呢 就是说你在玩敢叫这个闪列函数 那就你就你做数据指纹吧 那就必须要拥有这四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 叫固定大小 什么叫固定大小呢 就是不管你的数据有多大 通过这个闪列算法 相同的闪列算法 算出来这个结果一定是一样大的 比如说我们的MD5算出来就一定是128 SH1-1呢 就一定是160 SH1-2呢 那就有好几种好几种算法 有512的都有 就说只要你的算法是这样 只要你是MD5算 不管你的数据有多大 算出来一定是128 固定大小 固定大小 这是一个它的重要特点 雪空效应大家感受到了 就是只要改了一点 是完全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啊 然后单向就是绝不可能力推到明文的任何一个位 绝不可力推 绝不可力推 有意思吧 就不存在说 你想想怎么可能吧 别人一个G的东西算出128个位 你说128个位能够到一个G 那压锁算法是吃素的吗 你以为 对吧 绝不可力推 纯单向 这个道理很简单啊 你想想啊 你人采集道指纹 你难得有啥算法 通过算法 直接能算出人是谁吗 不可能吧 没有算法 能够算出这个指纹的是谁的 他只是比对的 对吧 他不是算出来的 没有一种算法 能够让这个能够通过指纹的算出来 是一个人 没有这个算法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纯单向的 然后呢 冲突避免 你想为什么咱们用指纹 就是 就是 应该说这个世界上应该找不到另外一个人 他跟我的指纹是一样的 哎 有这个特点才敢用嘛 对吧 如果说你一会找一个人指纹又跟我一样 还又找一个人指纹跟我一样 你这玩还玩吗 对吧 你说这个这个犯罪现场是我 为什么不是他呢 我们俩指纹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一定要有冲突避免 你必须要用这四大特点 你才敢说你自己的闪力算法 否则的话你就不靠谱 或者说你就要被破解 那好我给你解释一下MD5SH-1都叫被破解 现在都叫被破解状态 其实破解呢就是最后一个冲突避免 科学家 数学家 能够在短时间以内给你搞出一个这个数据 跟他的这个散列值是一样的 OK 但是你不要太紧张 因为那个数据呢可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你这个数据是我给你100万 或者说我是一个PDF文件正经的数据 他搞出一个烂七八糟的数据 OK 他也能够跟你这个教授是一样的 所以不是特别危险 如果说你不是特讲究的那种用途的话 其实MD5SH-1也是可以用的 所以你看司科设备 像你这设备 这些算法也是可以敲的 只是你更追求一些 你可以考虑用这个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哈希 你看有SH-256384-512 你讲究点 你瞧这个 现在基本上新的设备都能支持了 讲究点呢 你可以瞧瞧这个 OK 现在都能支持 而且散列算法呢 其实也基本上也不怎么消耗资源 OK 既然MD5SH-1已经被破解 那不用 那应该还是更好一些的 但你别太紧张 有些人说那个破解 就感觉是那种被 这个通过散列 你一下就算的明文 告诉你也是不可能的 只是说呢 冲突避免被突破 所以说呢 他们被破解 是这个主要的原因 有些人说那个量子计算机 出来了之后 这些SH-2也能被算 OK 顺便说一下啊 可能大家感兴趣 这个区块链 大家知道区块链吗 区块链的挖矿是干嘛的 大家知道吗 就是算这个散列 它应该是最流的那个SH-512 那个值 它是干嘛的啊 就是 怎么叫挖矿啊 就是首先 我们计算机都在算 其实算的就是一个 一个特殊的SH-2的值 那个计算量特别大 谁第一个先算出来 然后呢 就挖矿成功 然后呢 就把你算的那个区块 弄到那个区块链上去 那你的那个比特币奖 就给你了 OK 当时他算的就是SH-512 我记得就是512 他要算那个512 前面多少位是零的 那种特殊的散列值 为什么那个计算量要这么高 那相当于来算一个特殊的SH-2的值 那个计算量要特别特别大 OK 好 再你顺便要说一下区块链哪个事啊 好 散列咱们也说完了 咱们继续讲 IPSEC的组成部分 我们现在讲哪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开始讲了这个 加密 讲了验证 然后呢 咱们来讲一下这个封装协议 封装协议 还有模式这两个东西 说到封装协议呢 咱们就要讲一下 IPSEC这个协议 IPSEC协议呢 是是一个符合协议 就是它不是一个由单单 单纯一个协议组成的 它是由三个协议组成的 分别是ESP AH 和IKE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啊 前面两个呢 不是特别的重要 前面两个就是 我说过那个头部 是需要一个封装吧 IPSEC 需要一个封装头部吧 对吧 我说过啊 这个封装头部呢 可以是ESP 也可以是AH AH 咱们用的比较少 IPSEC会介绍 为什么不怎么用它 主要用ESP 所以前两个呢 是一个封装协议 不算太重要 重要的是IKE 互联网密钥交换协议 为啥它重要呢 我说那个框架是空的 啥也没有的 对吧 那我说需要有人来协商 把东西往里面填的 那个协商 那用于认证 用于协商那个协议 就是IKE 互联网密钥交换协议 现在呢 是有两版本 版本一和版本二 OK 现在考试其实都会考 OK 思科现在推的比较多的 还真不是版本二 他现在类部用的比较多的 还是版本一 版本一版本二呢 我们会在NP阶段详细说 我简单给你解释一下 这两个版本 当然版本二会新一些了 那为什么会出版本二 为什么思科现在 还不咋喜欢推这个版本二 为什么华为这些新银厂商 就喜欢推版本二呢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首先版本一就是那个 二十多年前所设计的一个协议 那个协议在二十多年前设计的时候呢 就没考虑这么多 就是当时设计一个这个IKE 就是说那么两个点加个me 就可以了吗 谁想到后来 这IPSC又是搞的远程拨号了 又搞什么隧道级危险了 又搞些烂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 东西出来 所以那个IKE V2呢 它只能一些基本的兼容性 但是那些未来那些VP 各种各样的那种连接方式 几乎都是各个厂商的私有技术 比如说我们关键要讲的 思科的Ez 思科的DEM 这些其实都是私有技术 都是思科自己搞出来私有技术 华为也搞出一堆私有技术 什么都是私有技术 OK 比如说IKE V1它这个协议 它IFC的定义东西很少 好 但都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所以说呢 为了满足现在这个这些企业的需求 所以说各大厂商出了各种各样的私有技术 OK 好 IKE V2就说 既然那个不能满足人民要求 那这个时候我们IKE V2 我们重新做一下这个标准 这样的话把一些feature功能都给加到IKE V2里面去 IKE V2呢 feature功能就会高一些 兼容性也会好一些 这是两个版本 那为什么思科 那这个基本上现在也不咋推这个IKE V2呢 我给解释一下这么回事 VPN技术吧 基本上这个技术停止了至少在五六年 大概这么回事 大概在 我觉得040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VPN技术是发展的特别猛的 因为那个时候啊 就是大量的这个企业都有联网需求 对吧 各种各样的需求出来 所以那个这个十多年前 基本上那段时间 VPN发展技术是非常迅猛的 基本上隔两年就一个新技术出来 这两年就没有吧 因为其实需求都已经满足了 我觉得啊 你现在能想得到的那种企业的需求 其实十年前就已经给你解决了 OK 所以说呢 VPN技术基本上在五六年前 基本上就没什么变化了 虽然说的技术很复杂 很多 但是它其实已经在十年 五六年前就已经不咋变化了 都已经稳定了 OK 所以IKE V2出来之后呢 像思科这种 它也不敢进去吧 他说 为什么会有它呢 我都已经解决了 我IKE V1的所有东西 你说吧 你提个要求出来 我得有VPN给你解决 对吧 你说为什么我要制裁IKE V2呢 我为什么要有这么好的兼容性呢 我为什么要兼容其他设备呢 我就不兼容了 就是说大概就这个意思 像华为这种心情掌声的局 但我们要兼容啊 我们应该因为IKE V2 大家都应该能通起来啊 所以你看咱们的思想就不太一样啊 而我解释下安全应该这么说 这几年变化最大的 思科天天在变的 就是那些什么 下一代防守墙 思科的这个网易安全那一块的 还有它的应用级防控那一块的 ISE那一块的 这两年是天天变啊 各种各样的飞机层出不穷 安全感觉都学不过来 但VPN是唯一安静的啊 就是虽然这里发现有很多东西要学 但是VPN是这几年唯一安静的一个安全技术 因为确实是客户的要求都已经命满足了 就已经想得出来的 反而思科都有对应对应的方案 你解释吗 安全技术是变化最迅猛的 但是这两年啊 VPN是消停的啊 这就给解释一下啊这个版本 好然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模式 传输模式和隧道模式 啊传输模式比较好说啊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传输模式就是这个 这是传统的 这是普通的数据包 IP头部和IP负载 传输模式呢就是中间插头部嘛 插AH或者ESB头部嘛 对吧 然后对原始数据兵保护嘛 这是开始我我讲的那个 画的这个图例就这么画的 在IP头部和IP负载 之间插入一个全新的 IP色的头部 来对原始负载进行保护 只是说呢 ESB比较讨厌 它还有一个尾部 还有一个认证尾部 但是这些都不太重要啊 传输模式 就认为是在传统的 IP头部 就是在原始的IP头部和IP负载之间 插入一个IP色头部 叫传输模式 好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下什么叫隧道 隧道模式 隧道模式 隧道模式呢就是把原始这个数据 彻底放到里面 然后呢在前面里面 然后在前面插ESP或AH 然后在最前面插一个全新的IP头部 我给你一个感觉 它凭啥效隧道 比如说你里面的是10到172的流量 这是你的内网的10到172的流量 然后外面俩头部呢就是一个北京的GlobalIP地址X 到上海的GlobalIP地址Y 在这边啊里面是你的内网的10到172的 外面呢是你北京的路由器的GlobalIPX 到上海的路由器的GlobalIP地址Y 你是不是感觉就像把10到172这两个网络之间的流量 被封装到了X到Y这建立的这么一个隧道里面 有点这个意思吧 一会儿给你画图可能会更清楚一些 叫隧道模式啊 隧道模式两种工作模式 好下面呢我们再具具体举一个例子 好我们来看这个这个例子啊 这就是一个经典的站点到站点 北京呢是10 上海呢是17216 那然后呢这是北京的网关路由器 也是VP路由器 这是上海的网关路由器 也是VP路由器 那北京的GlobalIP地址 GlobalIP地址202的100点1.1 上海的GlobalIP地址61.128点1.1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讨论 这个站点到站点的VP是怎么封装的 到底是传输模式呢还是隧道模式 好这个说法不正确啊 我们先先解释这个东西再说 好我们先说一下到底是什么模式 首先我我说个站点到站点对于客户而言 是透明的对吧 比如说哎我是一个北京的PC 我要访问上海的服务器 我就直接输我要访问我要去PIN 我要去HTTP 17216 1.1就可以了吧 所以呢在我PC出来的时候 这个地址就是我的10.1.1.1 到17216 1.1的这么一个数据 这是里面的相应的一个访问这个服务器的负载 好这个包呢到了这个网关录武器之后 好下面有两种选择了啊 可能是传输模式 它也可能是隧道模式 那下面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我们来做一个排除法 假设是传输模式 假设传输模式 那就中间这插ESP是吧 对吧 然后呢对数据金保护 然后呢直接扔到互联网 就完蛋了嘛 你直接扔到互联网 外面是10到172 你说扔到互联网 互联网那不给扔了吗 是有网络嘛 对吧 所以说传输模式很明显 这是不靠谱的 至少在站点到站点这个环境下 是不靠谱的 所以呢我们需要隧道模式 那把它封装到里面 拿一个ESP 然后呢在外面拿一个 202到61的 这么一个头部 感觉就在两个之间建了一个隧道 把10到1圈流量封装到隧道里面 然后呢这是保护的 被保护的 然后被发到这个上海 到了上海之后呢 好给它解密 把外城的头部给去掉 然后ESP头部也给去掉 然后对数据金解密 拿出名文的10到1圈 通过内网抵达目的地 隧道模式 OK 那好 怎么来判断什么情况下 应该是隧道 什么情况下 应该是传输模式呢 好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怎么判断这个东西 有两种判断标准 有一种是我自己创建的 就是你要了解通讯设备 是这个10和17是吧 加密设备是202.100.1.1和61.128.1.1 只要通讯设备和加密设备不是一样的 IP例子不是一样的 那这就一定是隧道 这是一个判断标准 还有一个判断标准 也是另外一本书 那个作者里面写的 比如说PC要和这个serv通讯 PC和serv的网络 或者PC和serv的地址 在中间他所穿越的承载网络 如果不是可路由的 那你就只能是隧道 对吧 你说你10到1 要去直接能过得了互联网吗 过不了啊 对吧 你只能是隧道 如果说你在中间存在网络 是可路由的 那你就可以是传输 可路由 那个10和17在中间互联网 可路由嘛 对吧 这还有怎么说吗 怎么查 10和17不用查 RFC一有一八不用查 那根本就路由不了 OK 好 就要看你中间能不能够路由 有路 能够路由就传输 不能路由 就必然要隧道 你想不隧道你也行啊 是吧 好这是一个啊 好下面呢 我们继续看第二个远程拨号 远程拨号 远程拨号 首先你要了解一个基本 基本的点 就是你一般来说呢 都需要装一个适配器 都要装一个这种客户端 客户端呢 装完之后呢 都会增加一个适配器 这个适配器呢 默认是以禁用状态 以禁用状态 好 那你现在就要知道 你制造一个物理网卡 还有一个这个 蓄力适配器 你有两个网卡要了解 一定要两个网卡 好然后呢 当你把这个微信 播到这个公司的网关的时候 你这个蓄力适配器 就司科的远程拨号 就一定会得到一个地质词的地质 地质词的地质 一定要分配一个地质词的地质 附在这个蓄力适配器 你拨上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个适配器 就不是那种已经用状态了 这个适配器 你会发现就是那种 以连接状态 你会发现 只要拨上去 就会以连接 而且这个接口上 就会附上那个 地质词的地质 恢复到这个地方 OK 一会我们后面会做这个视频 你可以感受一下效果 好 然后呢 你会发现 好现在我们就要来聊 是哪一两个设备在通讯了 PC要访问内部server的时候 其实是用的这个蓄力适配器的地质 来访问这个server的 怎么这么说呢 就是其实你在server上看 谁来连接他可以吧 比如说你可以在server上看到底 谁在连接这个server 你会发现 server看到的地质 是172161.1 这个地质词的地质 你解 不是这个物理地质啊 这个证明很简单 你在server上看 到底谁连接他嘛 对吧 就是这个虚理 地质词的地质 虚理适配器上的地质 所以说呢 从这个图上看 那通讯的点是172161.1 和10.1.1.1 加密呢 是个global地质 和这个global地质 所以说这依然叫做 加密点和通讯点是不一样的 依然是隧道 OK 同样的这个虚理适配器的地质 和里面这个 也在互联网 不可路由嘛 所以也得是隧道 OK 说来说去啊 这两个啊都说了 都是隧道 那其实也有传输 一会儿咱们再说传输 在说传输之前呢 我们再聊一个一个问题啊 当然这个问题可能路由上面的这个稍微深一些啊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嗯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啊 就是那有些人就会问这个地质词应该怎么选 我来说一个路由上的一个说法啊 我不知道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这个这个说法就是 但是这个地址这个地址词的地址不重要 你只要确定在你的内部网 请注意这个内部网不一定直连哦 对吧 不是说这个server一定要在这个路由器直连身后吧 你内部网络可能乱七八糟的一堆网络吧 好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只要你能够确保 在内网在你的内网 这个pool是可路由的 并且会把去往这个pool的流量通过路由最终会引导到这个gateway这个内部接口就可以了 可能有些路交换学的不好的可能不一定能听懂我这句话啊 我觉得我说得挺明白的啊 首先这个pool在内网可路由 可路由跟他是不是一定是内网的一个网段不一样啊 他不一定会出现在内网的某一个接口上面啊 首先你这个pool也就是说在内网的这些路由器的路由表里面 他肯定是有个条目的 但墨尔网关也算啊 首先这个pool在内网一定是可路由的 而且你一定要确保去往这个pool的包最终会通过路由的引导 抵达这个gateway的内部接口 ok好我给你解释一下 你学路由交换学的不是OSPF EI加P LSA什么什么烂七八糟的那些东西 你学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句话你听得懂 我认为学路由交换学的就是我那句话你听得懂 ok 就是路由怎么查路由怎么看 这是路由的本质 ok你说你说你天天跟我标LSA什么烂七八糟 你刚才那句话你听不懂你白学 ok解释一下啊 我觉得我基本上算说明白了啊 如果说你懂路由交换那句话应该你是能理解的 ok 好那你想想比如说我经常做实验在我这个环境下我做实验吧 不可能内部给你搞那么复杂 我内部呢基本上就是这个server直接顶一个摩尔网关到gateway 那只要你server顶一个网关到gateway 我地址随便选没我想选啥选啥 你说对吧可路由吧 那你说是不是都到了gateway 那我你就会发现我配我想配啥地址都能通 理解 好我说做一个更复杂的啊 做一个更复杂的 好有些人又问一个问题 他说你能够直接抠内部直连吗 就内部直连可不可以直接抠啊 比如说我就我就我们就这个环境啊 就就直连了啊这个 他说你能不能抠内部直连 就是说能不能抠10.1.1.100到200 这个他说可不可以抠 我给他的答案是可以抠 但是特别特别的不推荐 我给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叫可以可以抠这个段 但是特别不建议你这么干 为啥你想一想 假设我们这用的是 假设我们用的是10.1.1.100到200 那这个时候他的例子就是10.1.100 100是吧 100是吧 好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10.1.1.100 来访问这个server 那时候说啊10.1.100 来访问我那回报呗 请注意啊 vpn 的问题都不是去的路由问题 我经常说为什么我经常说建议 把vpn做路由交换呢 那么这俩的分件 你想想这个问题 SOR发现 10.1.1.100来访问的我 那SOR会怎么办呢 SOR一看 直连呢 直连会怎么办呢 ALT啊 不靠谱的ALT出现了 我告诉你 不靠谱的ALT再次 在我的课程里面出现了 ALT 他会问 10.1.1.100是谁啊 你给我回一下呗 回来我知道你的ALT 我就给你发呗 是个套路吧 好 这个时候 此时 你要倚仗于一个 特别不靠谱的功能的 正常工作 这个功能叫什么呢 可能我在TCPIP里面 会想起讲 叫Proxy RP Proxy代理RP 所有的四颗路由器的 接口都激活了的 如果说 那个网关路由器 此时没有抽风的话 那他比如说 他用网关的往外指 这个网关路由器的 这个没有 没有问题的话 正常的话 他是没事的 因为他发现 10.1.1.100 还是他的VPN的地址词 他会回应ARP 如果不抽风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 我得解释一下 当然 什么叫抽风呢 万一你这又整了一台路由器 他也有网关 他也会回答 你解释吧 OK 那这事就不一定了 谁的人品好一点能通 谁的人品不好一点通不了了 这就不一定了 代理RP这玩意儿 是不靠谱的 OK 好 你再想一个问题 假设代理RP没有抽风 他正常 到了Gateway 请注意 抽风的可能性也不大 可能还是能正常的 到了Gateway Gateway还是有个困惑 Gateway困惑在什么呢 需要哪 去10.1.1.100 内部之连 找我干嘛 对吧 想想这种回事 内部之连 你找我干嘛 所以说呢 你又需要通过我们 MPG的另外一个技术 需要让Gateway 会产生一个32位主机路由 把这个1.1.100 往外置这样才能加密出去 又需要另外一个技术 我先说一下 那个技术叫反向路由注入 反正呢 是可以搞定的 是没有问题的 但这事有点不靠谱 我给你解释一下 有那么多技术 你听起来也费劲 那你何必呢 你搞一个内部 内网不存 内网这个 至少在拓谱里面不存在的 你虽然整一个地址词 只要你把路由解决了 你把它路由引到 内部接口 其实就可以了 不要扣内部之间 扣内部之间 我不能说它不通 我只能说这事 不是特别靠谱 容易出点事 这个基本上说完了 这个你看 我这个地方的路由问题 其实后面我们在 一样微拼的时候 讲很多路由问题 都是回来的事 请注意 微拼往往去都不会有事的 而且还有有些人做微拼 总有这么一个误会 就认为微拼都配完了 微拼配完还不能通吗 这就是很无聊的一个问题 我说我们微拼就是接了一根线 就是接了这么一根线 就是接了这么一根线 你说这根线通了 跟这个能通有关系吗 没关系吧 对吧 你说我们 我们只确定了这根线是通的 那这根线能通 和你能够访问内部服务器 这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的 是吧 那还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吧 所以微拼有说 路由其实挺麻烦的一个事 要注意 那么下面有人说 那传输模式不能在公网上吗 不对 但是我现在举一个举一个例子 是还是内网的 比如说呢 我们公司的话 比如说我 我我的个人电脑 肯定是137.78.5.5 可能大家知道 我CCI1号是13778 然后我甚至5月5 所以说我的PC就是这个IP例子 请对这个137.78 肯定是一个公网例子 但是我就这么任性的 把它当私网用 扶吧 这也没有什么 我就这么任性 把它当私网用 你咋地吧 我就是 这是明显是公网例子 但是我就把它当私网用 也就是说 前一趟北京的网 这个是他的 这是我们公司的 137.78 是我们公司的内网 OK 好 比如说这是我们公司 一个服务器 137.78.10.100 那这个时候呢 为了安全的话 我的PC和访问 这个服务器之间 都有IPsec 点对点 PC到PC到IPsec 那你想想 137.78.5.5.5到10.100 在我们公司内网 是可路由的吧 对吧 那这个就典型传输了 传输模式 好 那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支持公网上传输吗 这个说不正确 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我们会有 有些什么 给你举个例子 虽然说MP 可能 NA 可能不会讲 GRE over IPsec DMAPN L2TP over IPsec 只要是over IPsec 其实都是传输模式 这些都是可以跨互联网的 他们都是传输模式 OK 传输模式 当然那个在会MP上会详细的讲 但是你要知道 绝对可以跨公网 OK 传输模式可以 只是我举的例子 并不是 Lat 是这样 Lat也无所谓 Lat是可以穿越Lat的 就算这个是Lat深厚的 这个也没事 也是可以跨越Lat 是没有问题 当然是IPsec穿Lat 有点问题 需要处理一下 但是处理了之后 是肯定穿Lat 是没有啥问题的 好 我们这样 我们休息十分钟 回来介绍IKE的理论 歇会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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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